对咱们要经常打球的话 关注一下 点一个免费的关键 就是我觉得今天 这个点我必须 给大家教大家一个 在业余球游里边 很好用的一个战术 这个战术真的是好用 秘诀 不是说秘诀 真的好用 能掌球吗 必须掌球 只要你们学会 今天这一招 你们只要学会了 必掌球 9比9这个战术能用不 小伙子 必须能用 你要第一次跟他打 你这个战术要是输了 你过来找我 还没讲呢 我破他一下 看他破一下 这球发这 你看 变不变球 转的 我跟你说 就发这 我跟你说 真的 跟左手右手都一样 发这 你看 你得分了 对不对 就是一定要记住 这个半 小三角的这个球 我给大家说 小三角的这个球 真的是 特别好用 特别好用 球能不走 我这球啊 看见没有 李良福老师都不好了 不是球能不走呢 不走 就发得好 大家能 大家知道这个战术吗 这个其实是 我们经常用的 经常 你这是转的吗 转的呀 你不推过来的吗 我是转的 转的呀 我真是转的 你不推过来的吗 转的 能不能看眼 是不是转的 兄弟们 我卖没声 没有 这个战术好不好 兄弟们 你自己看 这个战术好不好 这个战术 我就告诉你 就是一个 一个推 小天 我就问你 怎么破 我告诉你们怎么破 你再发一个 你看我能不能破 发短的 车里 你看他9比9 你告诉我 9比9有几个人 赶这么大 没上 风险太大 9比9 你告诉他 还有几个人 他赶 出来 9比9 你看我现在 11比9赢了 破不了 是不是 我给大家说了 这个真的是 因为 你看 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 这球是不是这样 大家能明白吗 然后 我给大家再说一下 摆这么多短的 这球你告诉我 怎么摆啊 这球 这球你告诉我 怎么摆啊 这球怎么摆啊 这球我告诉你们 只能怎么样 只能靠手上感觉 去拉一下 所以给大家说 这个你们如果要是 能把这个球 学会了 我真的觉得 你们能直接掌分的 搓正手也搓不了 小三角要发那个落 因为我发的 这个球第一跳 它已经往外跳了 你不好搓 大家可以去仔细去观察 现在所有的世界比赛 尤其是龙队 反手小三角 谁手能翻挑的 反手小三角 一样发的多